希望下一次再来报告的时候 我们已经用这个方式 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 高雄长生希望复制的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复制成功的经验 理论上就是要看到人家成功的数据 那我当然知道很多前辈都说 我们还有很多成功难题 但是没有发表出来 或者说没有达到 世界第一流的肯定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永远只是一个想法 如何落实 所以这一位学者他们做的研究 是证明在中风之后 中到严重程度的中风 6到16个小时 治疗之下只要符合条件 治疗两个病人 就有一个病人会恢复到好 各位这是他直接就讲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突破 这是在去年2月的 今年5月 Dr. Gregory Edwards就是来台湾 也就是说治疗两个 16到24小时之内 不是3小时也不是9小时 是在16到24小时之内 经由前面的所谓的选择 治疗两个就会有一个到好 哇 这个压力很大 那我们要是治疗三个 才会有一个到好 表示这家医院力量不够 没有符合人家最好的期待 所以目前正在内部 如何加紧发调协调 大家把他治疗到最好 16到24小时后 两个病人里面 有一个就是为治疗会好 各位 这样叫做复制成功的经验 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 先复制人家成功 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学到人家好的 改善我们不好的 千万不要说 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最好 但是必须要得到评论 如果我们还是持续下去 30%到40%恢复良好 这些病人选择出来 就是要紧急医疗 那如果40%到50% 他需要长期照顾的 他需要的是急性后期 以及长期照顾 那如果20%死亡的 在90天之内 他需要的是安宁或者缓和医疗 所以为什么会投入到这些事情去 不是因为我想或者不想 而是基于我病人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往那一方面推动过去 所以在接下来 刚才讲的是短期90天之内 但是长期 这个是我们分析了 台湾健保署的资料之后发现 所有的病人中风之后 一年之内再住院的比例 会因为脑血管疾病 再住院18% 会因为呼吸系统或感染 再住院18% 心脏血管再住院10% 消化系统完整治病 这样算下去 是的 没错 依照2000年初的时候 台湾健保的使用资料 各位 再住院的资料绝对是真的 因为他没有用到健保费用 不可能用到 不可能就是再住院 所以这个资料绝对为真 只是它里面的值 到底如何 不敢讲 如果按照比例上来讲 有用到健保 再住院你的比例50% 也就是说中风治疗之后 一年之内再住院或死亡 两个里面就有一个 可这个压力应该很大 这个压力的影响应该很大 但是我们如何再减少 所以就是由这些原因 脑血管疾病再发18% 那我们如何减少 脑血管疾病再发 这些病人有呼吸系统的疾病 我们如何减少呼吸系统的问题 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我们如何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是接下来 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因素 再去调整如何减少这些病的作用 持续进到了2018、2019 台湾政府我认为这一个图 是把所有我们的医疗跟长期招呼 都紧续练在一起 不管A、不管B、不管C 但是在从我们人的一生 从健康、亚健康到衰弱 产生失智失能、重病末期 以及到临终当中 台湾政府目前的这个规划 我认为相当的完整 但是请各位前辈医师看到 下面的这一条绿色的 长期招呼如何跟健康招呼 要合并在一起 第一个应该就是在健康招呼 健康招呼的时候 如果产生了一些需要住院的情势 接下来安排的是出院准备 当失能的情况就是发生的时候 就是现在台湾政府在推动的居家医疗 那居家医疗就是基于我们远距 或者通讯侦查 达成事实之后我们才能做 那目前高雄长河也是持续在推动 健康促进、出院准备以及居家医疗 但是请各位看到最下面那一排 不管健康促进、出院准备、居家医疗 其实最重要是在慢性病的管理 WHO给预防防治失智的建议就是 血压、血脂、血糖、运动、减重 及一些活动活动 这个都是在慢性病的管理 所以所有的作业 最重要就是在慢性病管理 如果慢性病管理 最重要当然就是集成医師的力量 在慢性病管理 绝对是扮演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何把整个间接在一起 当它真的产生了重病默契的情势 需要安宁照顾 可不可以在家里 可不可以在社区 一定要在医院吗 一定要安宁病房吗 虽然前一阵子一直在喊说 安宁病房不够 但是一定安宁 或者是属于一个比较默契的状况 一定要留在医院吗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处置在处理 所以基于上面的一些说明 我再重复一次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基于这个病人治疗的需要 某些治疗的选项 在他轻度的时候 在他中重度的时候 在他重度的时候 以及在他时间 0到3小时 4、6小时 到6小时到12小时 我们如何的安排 这个病人适性的就诊 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以上一个简单的报告 希望不会造成各位的困扰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些家常 第一个 那病人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送医 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还是叫FAST 如果他的脸会马或者脸怪怪的 不晓得各位昨天有没有看到 脸合包上面写说 有一位医师很厉害 马上判断出那个病人有 有中风的迹象 因为他说他的脸歪歪的 鼻子 就是Lebio4那时候Lebio4写一写 我相信各位医师都看得到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那位医师这么喜欢上电视 或者新闻接受 但他也好了 同样讲 F face 脸歪 A arm 手无力 如果脸有歪有麻 再加上手无力 这个大概六七成以上就是中风 那如果再加上S speech 讲话不清楚的话 那么这个几乎就是中风 接下来T就是碳 所以是FAST 这个目前我们就是 用就这样说明 但是如果要做到血栓移植的时候 我们会再加上一个G 所谓G的意思就是它的Gaze 它的视力 Gaze 它的眼睛 如果是大范围中风 眼睛有时候会偏一边 有时候视野会有影响 当它再加上它的视野视力受到影响的时候 这个大概就是往血栓移植那边骗过去 所以十万十二的病人血栓送医 FAS 脸麻 脸歪 手无力 话语不清 这个大概就是关于中风 就是紧急受医 24小时之内都还有机会评估到治疗 不是说就会好 不是说就会好 是说有机会再进步的治疗 如果再加上它有眼睛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视力视野 那么它就是往血栓移植 它可能是大血管的中风 那再接下来 如何预防第一次中风 那就是控制血压 血脂 血糖 压力 体重 运动 戒严戒酒 那第四个 如何预防再中风 血压 血脂 血糖 压力 体重 运动 戒严戒酒 各位都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慢性病管理当中最重要的 那话再讲回来 如何预防治疗失智 血压 血脂 血糖 压力 体重 都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医疗 我们就都在做了 我们每天在做的都是在减少 脑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肾脏血管疾病 肝脏血管疾病 以及全身的血管疾病 再过来 我们讨论一个话题 IASOMOLYSIS 中期那时候好像还没 我们那时候还年轻 我们是讲IA还是讲EVT 对不起 这有一点咬文嚼字 IASOMOLYSIS是血栓溶解用动脉 那个是2000年的时候高雄长生在做的 目前全台湾还是只有高雄长生 有用血栓溶解动脉治疗 在急性脑中风 全台湾还是只有我们一个报道 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我们一个报道 但是IASOMOLYSIS并没有成功 所以现在做的是 EVT是Androfascals from Baton 所以如果这一位医师他还是讲IASOMOLYSIS 我们会说这个可能比较旧一点点的观念 我们现在大概全世界都还是讲 Androfascals from Baton 或者Machinical from Baton 那在台湾是讲血栓溶解除还是取栓 取栓原则上是隔壁邻居在用的 所以我们会期待是有一个在地的原语 有一点的划分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用血栓溶解除了 我想应该有些前辈有听到说要全身麻醉 我的回答是如果他需要到血栓溶解除 它是一个大血环的问题 是一个大脑的大范围的梗塞 再加上一个紧急的麻醉 风险会不会更高 有可能 然后费用一定更高 动员的人力一定更高 需不需要 值不值得 其实还没有定论 没有说麻醉就是比较好 或者没有麻醉就比较好 但是这些病人一定是非常紧张焦虑 不安 跟医师一样的难堪 难过 所以我们都会让病人做一些 conscious sedation 我们会打一些镇静 要再不影响呼吸的时候 高雄长歌原则上不用全麻 因为全麻确实要动员的力量 血栓溶解除什么 这个尽量避免 但是还是很难避免 因为有些时候病人没有办法配合 我们就是要把病人麻醉 再过来 血栓移除 目前健保我们还在协商中 所以 对不起 这是血栓溶解3到9小时 自费约5万元 那个目前我们正在推动 对不起 是血栓溶解 那第九个血栓移除6到16 以及24小时 这个自费算起来约要35万元 那现在我们正在推动 是不是能够纳到健保给付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可能还没有办法 短时间之内得到健保给付 可能要变成自费 自费的医疗 但是接下来我就必须再问 中心王医师 我们神经内科一般很常在计诊革命的时候 我们需要自费医疗嘛 对不对 然后尤其要讲到说要35万 然后30%到40%会好 三个月内死亡率20% 我不想这个接受度高还是低 但是至少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日常 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这样子在做 但是一般只要家人听到35万 大部分尤其在南部这边 我想可能不容易执行 所以我们还在想如何解决这些办法 所以当35万不行的时候 我们只好尝试过 但是不能用价格来决定人命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困难 不管我们所有的作为 不管我们所有的处置 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双向专整分极医疗 我们能够处理得好的话 我们就回转给我们的合作的同仁 谁转过来我们就把他转回去 大家互同优 但是希望这是一个双向合一 合适的专整 希望能够提供病人更好的治疗 以上节奏的报告 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 欢迎各位提问 然后协助我们做一个更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我非常谢谢张主任的那儿 讲解和分享 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跟张主任请教的 大陆的费用 那是去年 可以问他们要百万人 他费用多少 他们的费用不是没有特别问国 但是大陆有些时候收费是一个很遍地开花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大陆 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比我们便宜 不会比我们便宜 大陆的客户 致上要反应这是她的 我们将要对她的很遍地 如果看到有刚刚您讲的Best 或是G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先給人 你GRAID或他10元 所以我就直接請他轉到這些資訊 如果規定有電腦斷層 我會建議就是馬上做一個電腦斷層 但是電腦斷層的價值 是在判別他有沒有腦出血 台灣跟世界的那些報導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腦出血的比例 還是稍微高一點 或是自發性腦出血的比例 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而且有些是成就性的腦出血 我們不一定能夠看得到 所以如果是有碰到像這FAS 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原則上是盡快做一個電腦斷層 但是那個電腦斷層 不管是送到醫療症 或是送到T恤 能夠最快做到最好 那因為就是怕 所以有一些出血的風險 所以原則上是不建議馬上給Antiplein 但是如果這是歐美的研究 他們是說是 歐美是說是 但是在台灣我們傾向說不是 我們需要先做一個電腦斷層 確定他沒有出血 然後才給Antiplein 但是Antiplein 目前到底是要給多少 我們的回答是 請各位看到這個字有一點小 這個NH Short Scale 0到3分 很輕微的 他只有一點點臉 這一點點手無理的 現在建議是用Colabito 加上Spring 在24小時之內開始給 所以並不是Spring 300 也不是說緊急給一個Spring而已 現在可能會傾向往這方面過去 但是如果是重度的 如果是重度的 很嚴重的重風 給Spring 可能沒有給Spring 不會 沒有什麼特別的差別 所以我可能感謝你這個問題 非常的合適 我們想說第一個還是影響很重要 再過來就是那個劑量的選擇 以及現在的治療方式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再思考一下 我們怎麼做會比較理想 謝謝你 請問張主任好 我是開業醫 我們在門診裡面 如果有懷疑是重風 我們怎麼會判斃 他是初血性的還是那個阻塞性的 除了片子以外 報告 就是說初血性跟缺血性的重風 目前沒有一個很好的臨床指標 所以一定要靠影像 一定要靠影像 國外的學者花了很多的時間 尤其是英國的學者花了很多的時間 要去區分確診性跟初血性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 希望不用做電腦斷層 各位 在我的認知當中 英國是一個很落後的醫療國家 任何 我知道不要這樣講 但是我會讀這段 只要從英國學回來的醫療方式 我感覺都是有一點的 好了 那個不太適合台灣 但是就是說原則上沒有辦法 臨床上分不出來 但是如果有IICP SIGN 一般來講一下子就有IICP SIGN 他可能比較偏向頭痛 他可能偏向吐 或者是頸尖僵硬的 那個比較有可能是初血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但是最重要還是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做一個電腦斷層 所以平常上不容易區分 但是只要看到有問題 一個電腦斷層 就馬上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電腦斷層 也看不出來初血 那個大概就很困難了 抱歉 還有沒有人要來請教 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AV-mark formation 現在有沒有說比較可以 不要那麼invasive 可以看到 那如果說已經確定有的話 我們會現在有新的治療方式嗎 謝謝 謝謝 妳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專業的 但是由我來回答不一定合適 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已經發生的 我們看到的都是已經出事的 就不能講說出事 就是已經 如果你問我的話 AV-mark formation 真的要看到的 臨床上看到 你會知道它是AV-mark formation 就我來講 我認為不太可能 我絕對不可能 我絕對不可能 但是我們知道 他會學神經血症狀的時候 第一個電腦斷層看到的 不一定看得到 大概都要做到MRI 那MRI有些時候也不一定看得到 必須做到MRI加上in-hands 所以您問的這個問題 真的真的是很困難 每次只要被發現 轉到我們那邊去的時候 我發現說如果這是一位在還沒有影像 就能夠診斷的意思 那絕對是神醫級的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等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確定診斷 當然我們都知道那是MRI加上去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第一個 真的是不容易 第二個 有哪些情況比較像是AV-mark formation 也就是它的症狀比較TB-C 一般來講 我們的狀況都是屬於動脈問題 只要是動脈產生的那些症狀 都是比較緊急的 一邊的Focal legion 這個比較像是動脈 如果不是那一種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麻煩 就是靠你那些 剛才您聽到有些AV-mark formation 如果它剛好是跟Obsamic artery 也動脈有關係的時候 它的眼睛有些時候會紅會中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有些其實比較偏向靜脈型的 AV-mark formation的時候 它是腫脹為主 有些時候只是頭痛 那個真的很困難 所以如果需要一個診斷的時候 MRI加上in-hands 還不一定夠 有些時候必須要做到ANGEL 但是各位唸過很多論文 應該都知道有些AV-mark formation 或者一些Occard aneurysm ANGEL也不一定看得出來 所以那個真的要等到破了之後 有些時候才知道 好 那如果它是AV-mark formation 能夠手術還是手術 能夠拿掉的是最好 但是如果拿不掉的 目前還是以酸塞為主 目前是以酸塞為主 酸塞為主的話 目前的技術 以我們醫院來講 Hypercelentive 我們認為都還是滿合適的 但是我們上個月剛碰到一個Case 他在AV-mark formation 是在Spinal Cord的 某一家醫院的同仁 他在上半身期途中 突然頭痛 倒下去無力 結果一檢查發現 就是一個很特殊的在Spinal Cord 的AV-mark formation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 先塞 塞完之後 再請外科醫師進去講 但是當我們說 我們塞完之後要請外科醫師 神經外科醫師進去講 我們的神經外科醫師 當然就很Hezidate 接下來我們就在考慮 是不是有所謂的Radial Therapy那些 我認為那個痘目前還是在嘗試中 目前聽到的什麼痘 什麼痘都很好 但是治療效果如何 我想很Depend 就是很看個人的狀況 如果有機會能夠以手術栽出 我們會說那是一個比較病難的AV-M 如果他需要用手 先把他Crew or Fabric 先把他Sign 然後再開 還能夠開的 我們相對都在講 是他還是比較好處理 如果他需要只是用刀 現在去放射的話 根據我們現在的經驗 還不是很影響 很抱歉 我還沒有另外更新的一個方向 就只能說提供我們現在 我們所做到的 但是AV-Malformation確實真的很困難 尤其身心病人是在頭痛 或是說眼睛霧霧 他會痛痛 還沒睡筋症症心情遮遮 這個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謝謝您的提問都非常困難 但是我相信這個可能門診會 我們的平常偶爾就是會碰到 但是您有這樣子的想法 你keep in mind 我相信你絕對不會有彼此 但是現在好處是 只要你開一個電池傳承 我沒必幫你做電腦斷層 我沒必幫你做電腦斷層 但是如果您幫我寫了一個AV-Malformation 我保證我一定幫你從頭設備到位 真的 但是互相互同有無 互同有無 大家有一個彼此一個回饋 我們是在互相協助 我們不是在互相拉扯 我們是想這樣協助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謝謝 還有沒有人要請教 請問張主任好 我們那個中風分從初血性跟缺血 那缺血可能就是阻塞 又可能是血管的18針 那如果說檢查不出來 也沒有阻塞也沒有初血 但是他的症狀就很像中風的症狀 要怎麼跟病人解釋 在現在台灣大概都會做到MR 一定都是MR做完 我如果建議說那個CT都看不到的 MR一定還是有需要 但是如果各位在 因為基於機構的特色 沒有辦法做MR的時候 我就是轉診到醫學中心或者醫院 一定會提供給MR 如果連MR都還是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的建議通常都會如下 第一個如果他有他的Risk Factor的時候 原則還是ControlRisk Factor 這是最好的治療 是不是需要給Anti-Bletcher Anti-Bletcher雖然說有效果 但是他的Risk在於初血的風險 還是大概在0.幾%不是說沒有 但是到底需不需要 應不應該 這個可能要再考量 但是如果經由血壓控制 血脂控制 血糖控制 以及其他的Risk Factor Control 他還是有這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考慮一些 Non-Strope的 Strope Mimic Syndrome Strope Mimic Syndrome 就依照我的經驗我最常碰到的是 很少啦 很少 但是有些Demine 19 disease 會有一點像這樣 沒有問題 所以我有一群 多發心硬化症的病人 為什麼 因為我診斷錯誤 因為我本來以為他是中風 後來發現他不是中風 也就是Demine 19 disease 所以他有一些神經學的症狀 這個在神經科當中 是一個很fascinating 很虛無飄渺引人入聖 好像很有學問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案例 但是這個真的很 但是如果他還是會有一些 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會在一段時間之後 再repeat一次MRI 會再repeat一次MRI 但是如果連續兩次的MRI 都是negative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放心 但是這個可能就持續再追蹤 我相信你在平常的狀況 應該就是會碰到像這些案例 但是更可怕的事情是說 這些病人 他的這些non-specific symptoms的時候 他一直很害怕 這個到底是不是中風 那時候該怎麼解決 理論上應該就是 repeat the control是第一步 但是如果他還是很焦慮緊張 以在我們那邊 我的做法 我甚至是認為說 因為他的症狀真的不像 不像的時候 不是FAS那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那麼我會勸他 做一個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就包含疾重 第一個是脳部的MRI 我會建議他健康檢查 而不使用健保 對不起 我的做法會是這樣 大部分我們的病人 還算可以接受 一半以上可以接受 但是還有一些狀況 我相信重心應該有更多的經驗 我們一些神經血的症狀 不管他是頸尖痠痛 一些anxiety 或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狀 其實這些病人 有些時候有一些accountry tumor 尤其我們年紀都慢慢在增加了 會出事的病早就都有 有些accountry tumor確實會出來 那我們也被告怕了 所以我的病人 只要是有那些non-specific symptoms 絕對國健署的四大癌症腮檢 如果是女生 四大癌症腮檢 我一定會建議他們做 因為有些時候 有一些accountry tumor 會產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狀 不管叫做paraneoplastia syndrome 或者是什麼什麼neoplastia syndrome 這個有些時候很難預告 但是那個 我們現在一些疾疑的問題 大概都不容易再出事了 但是某些accountry tumor的問題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會針對某些tumor的case 請建議他再設備一下 所以針對這些狀況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控制他的risk factor 能夠提供他一個brain-mine 如果真的不像的話 請他做一個健康檢查的brain-mine 再加上一些tumor的suffer 我想希望能夠解決他的問題 但是像這樣一些案例的時候 我都會勸他要吃一點點benzoidal 你會讓他的mzart 或這些stress介紹一點 或許應該有幫助 但是如果真的都看到這樣子的案例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的案例 你提到的這個問題 也是非常高射的問題 謝謝您的提問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幫我再請問 剛才只要是錯誤 那我們基層 就想說如果有這樣的care 這個chlorisnerol 或者LDL應該要控制到多時 如果他有梗塞的問題 或者血管問題 或者他就有糖尿病 目前健保就是開放到 LDL只要超過100就是用藥 那現在會一直 我們在追求的時候 要用到什麼程度 可能還是會建議到70以下 LDL到70以下 我不曉得你問的問題是不是這個 但是total chlorisnerol 可能要再160以下 但是各位160不容易吧 不容易control 所以我們只好一直加藥 一直加藥 食物要控制真的不容易 運動也不容易 對不對 還是有藥物可能比較容易 所以我有一個笑話就是我的病人 其實按照12個節氣來驗血 為什麼 因為每個節氣都會有盛驗 所以接下來的中秋節 我相信也是我們學職 學堂學要控制的另外一個挑戰 所以除了藥物之外 這個是放蠻蠻藥物治療 其實非藥物治療還是很重要 非藥物治療裡面 一個很重要是在生活型態改變 生活型態改變裡面上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所有素食業都關門 這樣我們大概又介紹一份 但是好像又不是不能這樣 所以非藥物治療的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它確實是有梗塞方面的問題 心臟的問題或者它有糖尿病 目前的建議是LDL大於100 以及chlorisner大於160 應該就要用藥 這個是確定的 這個本來健保最有幾乎 但是治療的目標 total chlorisnerol降到160 這個可能是一般的建議 但是LDL降到70 已經快達到該難的水準了 所以我想把LDL降到70以下 會是一個努力的目標 可是食物、生活型態還是一樣很重要 健康以及運動的促進還是很重要 是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開發時期中央 我們大概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張哲人的黨員臨 謝謝 謝謝 好,謝謝你,來一張 謝謝 讚 1 2 3 好 來這樣子 1 2 3 好 謝謝 謝謝 學會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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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